我解释一下今天第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她平时做事总是很冲动 爱发脾气 我和她讲她从来没有停运许过 生活中也总是爱和我对着干 让我很苦毛 我们相差八岁 我一直以为她会细心照顾我 但是我们两个习惯实在相差太大 她不仅不愿意迁就我 还总是要求我听她的 我们两个人的生活习惯差距很大 我一直试着相互融合 但是她从来不理解我 在家里面我和婆婆关系僵硬的时候 她从来没有帮我说过话 我真感觉心寒了 我现在希望她为了一个完整温暖的家 为了孩子重新接受我 但她总对我很冷淡 我想知道她内心的真实想法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男嘉宾周先生40岁 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周先生 有请女嘉宾白女士32岁 来自吉林个体 有请白女士 欢迎两位 今天是您要来的是吧 对 要来干嘛呢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 现在自己非常迷茫 迷茫了 对 因为我们两个现在之间的 就是距离越来越远了 在刚开始结婚之前 她对我特别好 摆一摆顺 那会儿因为她比我大八岁嘛 我就想着能比较有依靠的肩膀吧 然后能比较宠我 惯我 然后结完婚以后我发现 完全不是这样 结婚了几年呢 我们结婚十二年了 那也算老夫老妻了 说说吧 说说你的难受 说说她怎么对你不好 我一直以为她一直是在照顾我 然后一直呵护我 爱护我 但是我发现结完婚以后 一直都是在我迁就她 我们两个性格完全不一样 我是一个特别急脾气的人 她就是那种半天 踹不出一个屁那种 就您要是坏是吧 对 就是性格非常非常慢 这不是挺好吗 这不是绝配吗 你快她慢吧 绝配啥呀 比方说我们两个赶火车 我这边急得都火上坟了 她那边还不紧不慢的 我每次出门最少提前四十分钟 到那个火车站吧 你怎么也得打个提前链 结果她就是提前五分钟 助跑到那儿 然后忽视带船的 然后上车 有的时候都赶不上火车 她是追求那个自己 浪费那些时间也没有用啊 怎么就没有用啊 咱们因为这个纠结干嘛呀 就赶紧我说什么就试什么 就完事了 在一些生活习惯上面 你们俩不是特别认同是吧 对啊 我结婚之前 我大将办饭她都觉得可香了 然后结果现在你整什么都不满意 什么都是不对的 那本来做的它就不好吃 那时候爱情的时候 你吃什么都是甜蜜的 那你婚姻之后 甜蜜度肯定会下降 那你怎么不做呢 都是我在做我家的饭 那你说 我一听你说话我就特别来气 你明白吗 带孩子已经去上学习班 我基本上都是提前十分钟 带孩子去 他可倒好 脚踩着上课铃声到那了 进屋上课都没有做 老师先搬个板在那儿坐那了 那不还是听那件课吗 多渴尘 那那那那些课它也没落过去 提前去有什么用啊 多等那 咱俩为什么要因为这件事 弄得不愉快呢 你就提前十分钟就完事了吧 那你说那有的时候是 无用力功 你也真是较劲 他说什么你试什么不就完了吗 一根筋你知道吗 他特别一根筋 你干嘛都一根筋 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 就我们两个 就天天就是一件事情 就得掰扯半天 那是你太纠结了吧 我纠结 我为什么这样纠结 你就听我的就完事了 拿那么多废话 那你要是不对 为什么要听你的呀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你对我所有的都是套路 你明白吗 我这套路你啥了 结婚的时候 给我买个钻戒 我带着呢 一直带着呢 给我买个钻戒 全场最便宜的 不到两千块钱 为啥带中指 无名指带不上太大 带中指都大 总说 媳妇我在送你个大的 我在我给你 在给你买个好的 我给你买个无名指 能带上的 十二年了 一直没有 那钻戒的大小 不能代表 我爱你的多少 我无名指带不上 无名指一带就掉了 太套路了你知道吗 有一年确实是 他骂出条件是不好的 当然也是 就是有朋友在场嘛 然后跟他说 说完了没面子了 带我和我儿子 我们一起去商场了买 媳妇就这个好看 你就挑这个 就这个好看 我一看价 将近七万块钱 说实在我真舍不得 我说算了吧 咱再看看别的 别的不用看 就这个好看 你就买这个 我不买了回家吧 我领着孩子又回去了 我算了 我太贵了 那你看你喜欢好的 带你去 你就不买 你说的都是废话 你怎么不直接买回来 给我带上呢 你在电视里边演的 都是直接 那个女的睡觉呢 然后在那儿 给人给个惊喜 那你总爱看电视 我不爱看那种影片 气都气不起来 我不喜欢那种款式 又说我花钱多了 我又哪 你们俩谁 你们家谁管钱 我们公用有那个抽屉 别说保险库了 就抽屉 还有保险库你看 谁用钱 往外拿就完事了 行 明白就没人管 我没舍得 没舍得然后就回来了 这钻戒的事 到现在十二年了 还是这个 还是在终止 我到现在 没照过结婚照 为什么呢 我们俩结婚那个时候 因为在东北吧 天挺冷的 然后没有什么风景 然后她说 媳妇结婚婚以后 上海南照去 你看海南呢 又那风景 这风景 又海边又什么的 给我讲的那画面 全出来了 我一想到也是 那可能挺好看的 那就去吧 海南去了吗 确实是去了 结果婚纱照没照 到了海南以后 哎呀 媳妇 你看这天哪 多热呀 哎呀 我穿着婚纱 都顺脸躺汗 那根本不行 我告诉你 媳妇 过两年 我带你去云南去照去 那大理 那立江 那儿海 然后去了吗 确实是去了 婚纱照照照了吗 没照 然后结果 国内的基本上旅游 都许愿许完了 啊 等以后 咱们出国了 那上哪儿啊 照去 一直在许愿 啊 十二年了 那都结婚这么多年了 你再重新照一个婚纱照 你摆到一个客厅里头 其实 我说什么 我说的所有的话 所有的 你全都是否定 然后你都有自己的说辞 你就认为你自己 特牛 我说的什么都是不对的 这个我觉得都是生活里的小细节 不影响婚姻的 大方向上也没事吧 比如说 教育孩子有冲突吗 冲突大了去了 我婆婆是属于 特别强势的人 从小教育孩子这一块 我是插不上手的 就包括到现在 我都没有他们家门钥匙 我们是生活在一起 你说咱家钥匙丢多少了 不是没给你 给你一个丢一个混麻组 我丢是我丢的事 你不给我 是你不给我的事 你明白吗 给你一个丢一个混麻组 给你一个丢一个混麻组 那你必须得还得给我呀 你不给我 那就是你们的有问题 防火防到防我 干嘛呀 我们家孩子教育 就是基本上 我说什么都是否定 我婆婆也是这样 比方说 我给孩子买衣服 从小到大 小到内裤 大到羽绒服外套 我给孩子买完了以后 婆婆都是不给穿 你们跟婆婆住一起吗 当然了 我们生活这么年 一直都住在一起 就说她买的那个好 我买的衣服 不是领子大了 就是领子低了 不是颜色浅了 就是颜色深了 反正总有一点 能跳出毛病来 那不隔背人 就是疼隔背人吗 这些都是小事 孩子教育是不是大问题 我家孩子小时候 画画特别好看 然后我就说 给孩子包个班 学画画吧 然后我婆婆就说 小男孩学什么画画 多磕身呢 那个女了女系的就这样 然后我说那得了 咱跳跳舞吧 那个端绯绯绯身体 小男孩跳什么舞 然后说又一堆 我说那包个足球班 踢个足球 增加一下免疫力 小男孩踢什么足球啊 哎呦 我就剪直了 就我说什么 结果有家孩子到现在 就会玩游戏了 不非给孩子剪鸭吗 再说玩游戏 不都是你勾引的吗 每次你一回家 你告诉你儿子 帮妈打两颗星 全是我的问题 我真的懒得跟你说话 你明白吗 我一跟他说 他打呼噜 不可能 我睡觉从来不打呼噜 有一天他儿子说 爸你睡觉打呼噜 我都睡不着 这才发现 自己睡觉打呼噜 我睡觉那么香 打呼噜 你也不能过 一大嘴巴给我呼醒了 我 我瞎着咋办呢 瞎醒我好几次了都 你知道晚上 睡不着觉那种感觉吗 我睡不着醒 还第二天上学呢 医院现在都能解决 你买个止汗器 你减减肥 这些不都能过去吗 你就现在 你真的是 一点你都不爱我 你知道吗 我说啥都是反驳 说啥都是不对 就是我的不对 你看 医生说 我心里现在就有 我儿子和我妈 女人呢都是次要的 跟谁过都是一辈子 你说你说这话的时候 我是什么心情 说过吗 生气时候说过 你多伤我心呢 我跟孩子我们仨一起去上 饭店吃饭去 孩子在那玩的手机 然后爸蹦出来一条 一条微信 然后上面写着 备注的是云宝贝 上面写着 昏哥 你上次做的那个螃蟹特别好吃 你还什么时候做 我已经买完了 哎呦啊 当时 我就 我真是 但是我忍了 因为孩子在旁边呢 我觉得咱不能当着他面啊 等到我回家 我一翻的手机 删了 为啥管人叫个云宝贝啊 那眼睛就叫那名 那网名 是备注是网名 我不知道吗 我眼睛瞎呀 那就是那个网名 那你为啥删着短信呢 你为什么呀 我怕你看着误会吗 我跟你说 你这件事一直都被解释清楚 你明白吗 那本来没什么事 我还用什么解释啊 什么你用什么解释 你到底啥意思 你本身没发生什么 你这件事解释清楚 你明白不 你知道我嘴巴 你知道我说话说不明白 我就是嗓门大 我说话就是快 但是我说不着 我抓不着理 对对对 我发现了 啥也不跟我说 我帮你们 你说你俩有事 你跟我说就完事了 我还能 打那女的一顿条 我帮你问 帮你问 云宝贝是谁啊 就是一个同事呗 你们家同事 你管他叫宝贝啊 想什么同事啊 就是一个普通的同事 你说他都值得我 做饭比较好吃 比较香 那你说 给女孩自己住 你做点自己不会做的 那我又做给他做了呗 在家里边做饭 左一个不愣 右一个不愿意的 高兴要处于 给人家做饭去 人家咋知道你做饭好吃呢 去了多一回了 就去那个医护营啊 你说那种海鲜吧 他又怕扎着手 又不敢杀生什么的 还认为我做比较好事 那我就去了 给他做一次的 就这点事特别简单 特别普通 你还总往心里去 我废话 你说我老公 我不往心里去 你要是别人的男的 我认识你是怎样 自己承认去女同事家 给人做了几次饭 是这意思吧 对 没有其他的了吧 没有 确实没有啊 确实没有啊 想不想过了还 想啊 想过了 想过了就接着 还有什么苦豆素了吧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有没有了 有啊 这是我非常底线 非常抵触的一件事 什么事 跟我轮菜刀 跟你轮菜刀 不是这个过分了吧 啥意思 有一次他在厨房做饭 我在那写东西 然后他就拿菜刀 在我边前一顿这么比喻 我当时特别害怕 因为我小时候吧 我爸妈他俩打过架 就拿过菜刀 那时候我特别小 我对这件事情 非常有阴影 导致我后来就是 我不敢拿刀切东西 什么的 就特别阴影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能这样 我我害怕 我怎么说也不好 是又一顿这么甩 后来给我急的 我就把那个电脑 摔地下了 我说你不要这样 他一看见我急了 他更觉得 我应该是男人呢 我得威风 又我害非 那都逗你玩去吗 我又不是小李飞刀 我哭哗一下 能给你飞一周 你逗我玩 我都摔动了 表示我已经非常着急了 后来我这么一葫芦 把我家那个 就是桌子上的东西 我都葫芦到地下了 然后跟他一顿吵 我跟他说 你千万不要再跟我举菜刀 我对这件事情 我特别抵触 开玩笑是吧 对呀 那你怎样 后来这种玩笑还开过吗 前几天 还开过 对 就是反复地开这个玩笑 是这意思吗 对 他在厨房切水果 然后把这个刀拿过来了 孩子也在这儿 然后我在这儿 又在我面前一顿甩 又一顿飞 不是你要拿菜刀甩是干嘛呀 我这切完菜 他在孩子边上吧 给孩子上课 他一边跟人聊天吧 一边哈哈大乐 我就是正好顺手 我就让他别影响孩子 我跟他说了 这就是因为第一次的时候 也是用开玩笑的表情 我第一次的时候跟他说了 这件事情我非常抵触 你不能有第二回 绝对不可以有第二次 行 听明白了 那您今天来 到底是干嘛的 我想知道 他到底还爱不爱我 那你问他不就行了吗 你还爱他吗 还能不能像以前那么宠我 爱他 爱他 那你迟疑干嘛呀 考虑一下 这爱不爱还需要考虑啊 十足套路 看我生气了 喀喀喀说点软和话 第二天还是继续 生活还是这样的 反反复复的 每天都是这样 那我想问你 你还过得下去吗 过不下去 对啊 那你要告诉他底线啊 怕吗 怕 真怕吗 真怕 来 告诉我 那宝贝是谁 就是一同事 什么同事啊 女同事吧 多大年纪的女同事啊 比他年轻 比他漂亮 单身是吧 对 您给人做饭去了 对 您为什么给人做饭啊 他认为我做的比较好吃 他怎么吃过你做的饭呢 我带到我工作的环境 他们就看我带的好吃的话 就赏里头一人加点 然后呢 然后就是 他自己想吃 他又不敢多 就让我去多呗 不难刮女的就去了 去了 做了几顿呢 一顿 几顿 一顿 那次发微信的时候 去了吗 那次没去 为啥不去啊 那次他看着了 他没看着就去了是吧 没看着也不去 为什么呀 做够了呗 就做了一次就做够了 看来做的不止一次嘛 我还记得你说 你说老做饭都做烦了嘛 是你的原话吧 然后就被您妻子打岔打走了 结果您给别人做饭 做的风声水起啊 真行 还喜欢他吗 喜欢 可是我就不明白了 既然你那么喜欢他 或者说你还爱着他 为什么他的所有的需求 你都不满足他呢 有的需求是那个时候 条件不好 后来呢 条件好了吧 这个需求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思想吧 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您思想发生了什么变化 我们之间 不是我 他发生了什么变化 脾气越来越暴躁了呗 那他脾气 为什么越来越暴躁啊 可能是我做得不够多 不够好 所以当妻子在 声声控诉的时候 丈夫的心里也迷茫了 十二年了 曾经的那种浪漫激情 随着时间慢慢退去了 怎么保鲜 如何应对 来听听老师们的建议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卷 你看 你给 诞生的漂亮的女同事 去做一顿饭 在你眼里是做了一顿饭 但在妻子眼里 这是一个入侵者 他当然担心政治恐惧 乃至愤怒 另外 有一件事情 你做得很不地道 你认为你是玩笑 你是无意 你对这个菜刀有阴影 他知道吗 第一次的时候不知道 但是第一次结束了以后 我告诉他了 有了第二次 那就是故意了 对 你发现他的卵肋了 所以在第二次 你又无意识的 虽然是玩笑 但你内心没有为了征服 为了教训自己的妻子吗 这就是你在建筑偏锋了 十二年的婚姻 我们生活当中 等到进入十多年婚姻的时候 左手握右手 我们也已经对生活就麻痹了 最亲的人 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甚至有的人 像透过围城去偷偷气了 这时候 警灯就响起了 往往在这样的一个婚姻阶段 妻子是最敏感的 因为她为了这个家庭操劳 她才渐渐地老去 所以她特别敏感 自己的丈夫 对自己的爱还有多少 所以这是不但是对你 也是对我们电视机前 我们这样的一个婚姻阶段的 丈夫 一个提醒 婚姻的保鲜 是要靠我们去努力的 有时候你一个小动作 可能妻子就温暖 一个月 我们举手自劳 我们就可以维系 家庭的温暖幸福 我们为什么不去做呢 婚姻 它真的是需要保鲜的 谢谢包红兄 韩老师 我们老说啊 最初在一起是要靠五关 能不能真真正正地 过下去幸福 是要靠三关的 人家女方为你 十二年 五关保持得这么好 可是到这个时候呢 你三关不对了 你三关不对 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 嘴里面没有实话 对吧 给那个云宝贝 做了几顿饭 你就在节目当中的几次 牛头不对麻醉 你没实话了 是吓到不敢说实话 还是担心说了实话之后 会被她抱脾气 直接怼过来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原因 总之她现在身上存在的 这个问题 这个毛病 要承担责任的话 是双方承担 一人一半 女性呢是典型的一种 在两性关系当中 要充分使用她的支配权 就是说我对你这么好 我这么做 这么做 这么做 你必须得按照我的方式 对我好 你才爱我 要是有一点 没有按照我的要求 来对我好 没有顺从我 没有服从我 你就是不爱我 她可能尝试过 一百种办法讨好你 但是都是没有 按照你的要求讨好你啊 你就认为 她是错的 你从这里面跳出来看 她即便是 没有按照你的方式 对你好 但是她真的是 心怀好意对你好了 你要想想自己 你要求她怎么对你 你给她一点点温暖了吗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韩老师 觉得妻子不够温柔 回家不够温馨 就要去别的小姑娘那里 找温暖啊 你还笑呢 生活中有种人最讨厌 半猪吃牢狗 是吧 胖乎乎的 看起来憨憨的 不会跟你吵翻了天 拿个刀说是开玩笑比划呢 对 你说套路吗 我觉得你这个看得很清楚 吃你这个假老虎 吃得准准的 为什么 你自己 无论在生活上情感上 你看着厉害 实际上对她 全都是依赖 你没她活不了吗 你自己不能 做顿好吃的呀 你就不做给她吃 你和孩子吃 你求她那顿饭 你不是还给小姑娘做饭去吗 做去 这个家 我苦苦经营 我对孩子好 我跟婆婆 努力寻找相处的方法 你给别人做饭去啊 您去吧 别回来了 所以 无论我们夫妻关系 是怎样的紧密 我始终认为 女性应该保持 自己内心的充实 就即便这个男人 不能给我做这顿饭 即便这个男人忙碌 不能晚上回来陪我聊天 我也要让自己 充实努力 你要做真正的 咱不说做老虎吧 哪怕做只猫 咱要比动物的话 我既能给你温柔 我也能保持 我的独立和神秘 我也有自己的空间 所以你给了她 半株吃老虎的机会 而先生 我觉得你可危险了 你也知道 你媳妇是个直肠子 说话都是 竹筒倒豆子 直来直去的 你以为她是吓唬你吗 她可没有那套路 你要再如此下去 什么给小姑娘做饭 什么拿戒指蒙人家 拿婚纱糊弄人家 还说不定 真就出现一个人说 我做饭挺好吃的 你来我们家尝尝 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办 生活是公平的 是平等的 你敬我一时 我还你一账 生活不用计算 但是回馈给我们的 永远是我们做了什么 就会得到什么 你如果想要这个家庭完整 你就有事好好商量 不要用套路糊弄它了 否则生活最后 会全还给你 你们都自省自重吧 好吗 谢谢 好 谢谢阳老师 关于去那个云宝贝家 做几次饭 至始至终是一个谜团 对不对 害怕了吧 不敢承认了吧 所以你就缺这种敬畏之心 爱情过得十二年了 当然是平淡了 你怎么去保鲜 怎么去有味道 不是外的去找 而是在家里头找 一直在跟她对着干 但你心里清楚 你离不开她 只有她傻傻地 听你的所谓的套度的话 这么一个戒指 始终就是没有变过 婚纱照也没有照过 也只有这个真心爱你的女人 才可以这么为你付出 你心里知道 偏偏有了外心眼 或者说歪心 是吧 我告诉你 悬崖勒马 不晚 因为一旦你触碰这个原则 你的付出代价 你是承受不起的 女生做的调整也很简单 她为什么愿意出去 给人做饭 因为她会得到赞美 得到认可 你可能缺这个 她说的一句话很重要啊 婚前你做的饭 虽然不好吃 但她觉得甜 现在呢 你为什么不能 多给她一些甜呢 让她能够感受到 你对她的认可 夫妻之间最重要 就是相互认可 所以说虽然 我们面临的日子很繁琐 但是我们不能忘了 我们始终要爱 关注对方 赞美对方 去认可对方 好不好 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你有那么目睹吗 你一直在生活里演戏 你演得累不累啊 为什么觉得不甜啊 就是因为一直在演嘛 演对立面有意思吗 她说提前十分钟 你跟她走不就完了 为什么不走啊 为什么要拿着劲啊 你自己琢磨琢磨吧 你真不懂吗 我明明知道这个是错的 怎么着 我就这么弄你 有毒的草开迷人的花 啥呀 有毒的草开迷人的花 那可不 不就给你迷了吗 你有勇气走吗 这就是野老师说的 所谓独立性 你说提前五分钟 你根本就不要等她 你自己提前背着包 你就走了 你搭理她干嘛呀 带她去七万块钱的戒指 太贵了 自己看一个戒指 五万块钱买了 五万块钱我舍不得 舍不得就别说 说出来的就把它完成 你都舍不得买一个戒指 你天天跟她抄抄 让她买一个戒指 你传递的是什么信号 我是给你买 还是给你不买呀 给我惊喜吗 买了还在我手里 什么惊喜啊 你叫矫情 总而言之 请敬畏婚姻 在婚姻当中 心情坦诚 对 一起记用真情六十秒 风风雨雨走过这十二年 我心中依然有你 我爱你 家更需要你 我现在听你说这些 好像 我 我 我的脑海里边 就浮现了第二天 你还是依然 我醒我素的样子 所以我一定要 慎重地考虑一下 你每次惹我的时候 我一笑而过 真的就是我性格 就是这样 但是我内心我真的 我很崩溃 教你别做拧巴人 就别做拧巴人嘛 你又崩溃什么嘛 你就告诉他说 行 我收到了 以后看你表现 不就得了吗 谢谢两位请回吧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组的唯一官方热线是 零二二三六零六三零一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这对夫妻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哦 都来了 拿什么劲赶紧过去 来 有请我们的花童 有请 请 怕这糖喝碱醇 碱醇酸酸奶为爱做减法 成功牵手的嘉宾 将获得由菌乐堡 碱醇凌醇酸酸奶 提供的礼品一份 打开天猫 搜索菌乐堡 碱醇酸酸奶为爱做减法 见证属于这对夫妻的 浪漫时刻吧 请接 哎呀 你们夫妻的拥抱是这样 肚子大过不去了 所以啊 该剪的剪了 谢谢你们 请回 请回 请回